台灣原住民族自然資源治理 像是環境倫理和動物保育 不同族群都各有一套嚴謹的規範 但至今仍然跟國家法治衝突 國際間也有許多類似經驗 國際保育組織中的原住民族與社區保育聯盟 ICCA 這次也安排三天到台灣 和原住民族經驗交流 25號來到立法院 民間動保團體也參與討論 這個土地有連結 這個比較重要 而不是他是什麼人 其實 這不是很重要的 其他人的社區 自然和自然都一樣 所以保育自然是保育自然 ICCA倡議以長久存在的在地社群為主體 國家應承認治理決策權 透過原住民族傳統生態智慧 維繫生物多樣性 森林溪流才能被保護下來 這也跟台灣原住民守護領域聯盟訴求一致 只是動保團體憂心 台灣原住民族並沒有足夠的自治治理能力 但台灣原住民守護領域聯盟反駁 認為動保團體的擔憂 不理解且多餘 在全世界做保衛的時候 不是等誰去重修那個關係 而是說他已經在任 然後他不斷地被迫害 被遷移 被剝奪 他原來跟這個土地跟自然的關係 所以全世界只有原住民 有原住民權力選擇 那原住民權力選擇 確實專注於集體權 他並不是說某一個的權 因為我們是人 刀刀地地的人 不是拿來做實驗 拿來觀察的 因為我們原本就在這個地方 那也不用外界所謂的信不信任 我們的生活是由我們自己來決定的 台灣原住民守護領域聯盟 同期待 透過短時間跟國際保育組織 動保團體進行意見交流 能夠換來更多對原住民族社會 狩獵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記者要幫比亞立法院採訪報導